山东有个怪现象 明明有七个沿海城市 可奇了怪了邪了门了 外地人眼里的山东沿海城市 只有青烟威三个 山东人眼里的沿海城市 除了青烟威 顶多你再加个日照 靠海的宾州经常被自动划归内陆城市 宾州是山东16个地级市之一 守着山东的北大门江湖混号 宾夕法尼亚州 家里除了沾花东枣出名 靠海的宾州还盛产对虾 年产量12万吨 山东人餐桌上一半多的对虾 都是宾州供给的 在山东 宾州是个存在感很低的小城市 我觉得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原因 宾州身处济南岸自博 德州东营的包围圈 实力各个比宾州强 形成了玩宾州经济圈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宾州的存在感 第二点原因 两区五线的宾州 城区存在感不高 存在感最高的是 下面的县级市邹平 邹平是宾州经济的火车头 是宾州区县的老大哥 宾州之于邹平 就好比藻庄之于藤州 精华之于义武 宾州的第一条隔铁线在周平 这宾州的唯一的摆强线还是周平 周平是宾州的门面 周平对宾州显得貌合神离 周平呢 又对隔壁的自博显得眉来眼去 让老大哥宾州很没面子 事实上 真实的宾州 是个很安逸 很有底蕴的小城市 宾州因渤海之滨 黄河之州而得名 宾州跟大海黄河一起结缘 宾圣孙武 大师福生都是宾州的名人 好多人都知道福生护书的故事 福生保护的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四书五经里的五经之一 上书 这福生的事迹有多伟大呢 可以说没有宾州的福生 就没有今天的上书 秦莫焚书天下动荡 躲避战乱的福生 一身肝腾 为保护为卖 他拉了满满一车的上书 上路 为此不惜搭上了妻儿性命 福生把上书藏在了自家的墙壁里 他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守护上书 因为福生才有了上书的传世 上书被誉为史书之源 里面记载着几千年前的中国 大禹之随 古分九州都是书里的故事 了不起啊 我觉得河海之间的宾州 就像福生一样 大隐隐于世 好多人不知道的是 写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还曾在宾州求学 并度过了18个年头 文学大家梁树铭也跟宾州有缘 他曾在宾州待了七年 多山多水多圣人的宾州 文化昌盛 只是太低调而已 宾州你还得多宣传呀 你大把的素材你得用起来呀 对呀 青阳炒鸡怪有名 电开的到处都是 你不能光吃吃喝喝呀 这么玩呀 好 好 很好 21点 16点